Hello 我是依馨 今天带你们来看我买的房子 一进门开阔的视野 餐厅客厅非常宽敞 看不到任何梁柱 一旁的厨房设计也大有学问 其实像风水就是说 火跟水是不对等的东西 它不相容 比如说这边是瓦斯就是炒菜 它算是火的位置 那我在对面 我就绝对不会去放冰箱 所以冰箱我一定可能是斜着 让它不要面对面 或是放在这个区域 对风水很有研究 因为刘一新相信 风水对健康和运势都有影响 这间位在台北市松山区的房子 刘一新今年初以每瓶65万买下 相较周边七字头行情算是挖到宝 但装房费就砸下250万 那时候也找了一阵子 大概看了大概三个月 然后看到这一间 一看到这个景色就决定就是它了 看房子 因为其实我看房子看蛮久 所以我大概知道 就是第一个是采光格局跟通风 一定要好 那再来地点相当的重要 跟以后看不看涨 交通方不方便 这一个叫做深山音 不只对房地产有研究 罕见的花名同样也难不倒塌 刘一新头子里才很有一套 五年前砸下一百万 和朋友合开美妆公司 不只卖内衣美妆小物 现在也持续研发新产品 最近开起来做胶原蛋白软糖 然后九月新品是年轻人都很爱的痘痘贴 你要知道所有的每一个细项 你的商品怎么做出来 你跟怎么样的厂商 那厂商你同时有什么样的竞争的品牌 那你的通路要怎么下 从选美小姐到现在变成公司老板 汉堡夫妇 刘一新要证明自己不只有美貌 还很有智慧 三连轩您送给您下条报道